美麗的海洋是地球最大的生物菜式地 里面住了很多各式各样很奇妙的生物 已经受人吸引我们的 往往是一些颜色鲜艳 很抢眼的珊瑚和热带雨 不过另一类没有什么颜色 甚至透明的动物会不会更加吸引你呢 看着水墓在水上游 你会很快忘记了烦销 让我们跟着它的姿态 有节奏地开始进入它的世界 好快 香港的海帝其实也很漂亮 生物五花百门 看到水墓了 你一定认得它 它是香港最常见的水墓 叫做私中水墓 很多香港人叫它做白炸的 看它好像整头乱发 乱七八糟 不要看它 不要小看它 它是世上体型最大的水墓品种 最高纪录 它的头部可以有两米多寬 而觸手可以长到三十六米那么长 比起我们知道的巨墓巴南瓶更长 原来它才是世界上最长的动物 真是失觉了 你要小心点它 因为它的八组触手 每组有一百五十条 张开的时候 真是好像天罗地网 很多人都被刺伤过 我知道 水墓的触手有刺胞 可以分泌毒素 所以在水里面 我一定会和它保持距离 看前面 主角又出场了 我们一起去再慢慢解释 好吗 它也很大 它的名字叫巨大水墓 在香港经常会见到的 不过香港的这个品种 就不算太大 它的身体结构和山湖海葵是一样 大多数的水墓 身体都是有一条管壮的消化器官 亦都是有一个口 负责进食和排斥 而口的周围都有触手 只不过水墓整个身体的方向 和山湖海葵是刚刚倒转 所以它的口通常是向下的 想不到同样是刺胞动物 同样的器官结构 但是呈现出来的形态和生存方式 可以完全不同 水墓它的适应能力很强 早在六亿五千万年前 它们就已经出现 比恐龙还要早 可以说是一种活化石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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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TORONTO